最起家庭惨剧发生在今天清晨大约六点半 居住在马六甲钢榜博言马林的一户无意家庭 因为软毒的男子突然发狂 竟然攻击家中正在除税养母的亲人 嫌犯养母的62岁姐姐玛丽亚 70岁的丈夫哈山和两人22岁的儿子 倒飞头部和颈部遭利器砍伤 当场惨死 而女死者玛丽亚生前是巫统东亚巴珠区部 妇女组的永组名誉主席 警方指出案发时共有六人在家中暑睡 三名死者分别被发现 卧室在屋内的房间和客厅 至于三名伤者则分别是嫌犯养母的 80岁老母亲和死者夫妇的一对女儿 其中一名女伤者在嫌犯离开后 大声求救引起邻居的注意 我第一个听到励动 因为这种状态非常尖 突然发生一声要求励动 这种状态的状态 马六甲总警长拿东南利指出 嫌犯在干案后即刻逃离现场 当局在大约11点接获民众的投报 在位于五级南梅清真寺的南侧内 将嫌犯逮捕归案 初步调查结果证实 嫌犯有多项毒品案底 女死者玛利亚居住在吉隆坡的弟弟指出 落网嫌犯是失业人士 平时在家时并没有什么异样 也没有和家人起冲突 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工作 他一直在工作很多地方 他不愿意工作就会回家 不愿意回家 所以他在家里 日本人都没有拖延 我一直在回家 我一直在家里 我一直在跟其他人 不愿意干净 嫌犯的养母在接获通之后 赶到现场 相信是无法接受失去亲人的打击 当场哭成泪人 三名伤者目前在马路甲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死案 NTP7综合宝道